看看新闻网 他和影星梁洛诗的感情纠葛 曾经被媒体吵得沸沸扬扬 现在两人已经分手 两人育有三子 对于这次分配家产 李嘉诚说 对于两个儿子未来资产的分配 他早已经认真考虑过了 那么此次分家之后 两个儿子在事业上 不会有正面的冲突 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李嘉诚和两个儿子 李嘉诚 现任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兼总经理 1940年 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压迫 全家逃难到香港 经过几十年的打拼 李嘉诚的商业帝国版图 涵盖了房地产 航运 电力 货柜码头以及零售等 在香港 加拿大 英国 美国 新加坡 设立根据地 业绩一年比一年好 还未到90年代 他早已成为香港的首富 并且一直保持着这个领导地位 2012年 美国福布斯杂志 在纽约发布 年度全球亿万富豪榜 李嘉诚 以255亿美元位列第九位 再次成为亚洲首富 李嘉诚有两个儿子 长子李泽聚 更多地承袭了父亲 低调及诚实稳重的风格 早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习时 李泽聚便遵照父亲的意思 选择了土木工程系 后来又读了 结构工程硕士学位 他无疑已将家庭日后的发展方向 与自己的未来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毕业后 李泽聚加入长江事业 这位由李嘉诚 艺术培养和造就的商业才俊 正按照父亲安排的道路往前走 并深得父亲满意 据说长江系内不少投资的策划者 都是这位行事低调的李泽聚 而与哥哥截然不同的是 李嘉诚次子李泽凯 常因其张扬的性格而建筑抱端 他和香港影星梁洛诗的感情生活 更是娱乐头条追逐的热点 但是在经济方面 有着小超人美名的李泽凯 也带领他的银科集团 以其高超的理财之道和无惧强者 在电视 电讯 地产等领域 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奇迹 成为全球企业界的 又一位风云人物